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终在中日甲午战争中耻辱心地败给日本军队全军覆没 北洋水师的军费是否长期遭到克扣 出来很复杂 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北洋水师官兵的待遇问题 首先是北洋水师官兵的俸禄怎么样 北洋水师官兵的俸禄有两部分组成 一部分是年俸 一部分是船俸 年俸相当于基本工资 船俸相当于岗位津贴 在普通士兵方面 一等水手年俸为120两白银 一等泡沫年俸为240两白银 一等雷兵年俸为108两白银 鱼雷将年俸为288两白银 电灯兵年俸为360两 轮机舱管家具为196两白银 在按当差的夫翼 年俸为36两白银 这份俸禄标准是什么概念呢? 我们可以与文武官员做一个简单的对比 在按当差的夫翼年俸最低 只有36两白银 已经高于9品门关的年俸 33两1.14钱白银 与7品武官把总的年俸持平 年俸最高的电灯兵有360两白银 竟然是正一品文官年俸 180两白银的二倍 稍高于正三品武官 2代43两白银 在军官方面 俸禄就更高了 丁武昌市北洋水师提督 他的年俸为8400两白银 此外 北洋水师总兵的年俸为3960两白银 复将年俸为3240两白银 滩将年俸为2640两白银 其都属于葱一品 丁武昌如果是在其他军队 年俸 蔬菜竹炭银 灯红纸张银 养莲银等全部加起来 也只有大约3200银 可见 北洋水师的俸禄标准远远高于其他军队 北洋水师军官除了正常俸禄外 还有其他收入 如行船工费 指的是舰船维修保养费用 定远 阵远 且甲舰可以每月领到850两的行船工费 至远 吉远 京远 京远 来远等舰船 每月可以领到550两白银行船工费 东卫更小的超涌 阳威等舰艇 则有320两白银行船工费 其次 北洋水师官兵的火是怎么样 民以师为天 北洋水师官兵常年在舰船上生活 只有在伙食方面进行了充分保障 才能提供战斗力 停泊在微海湾的定远号复制舰里 介绍了舰船上的伙食 北洋水师官兵的主食有面包 肉类 米饭等 菜类有白菜 土豆 萝卜和胡萝卜等 虽然北洋水师的伙食 放不到像日本海军那样精细化 但比起清朝其他军队来说 已经很滋润了 1886年 北洋水师提督钉入长帅定远 镇远 吉远 威远四艘舰船 前往位于日本长崎的三陵造船所进行检修 并展开对日本的亲善访问 8月13日 日本方面邀请抵达长崎的北洋水师官兵 登岸购物 没想到 一些北洋水师官兵违反纪律 到酒馆 寄院酗酒闹时 搞出了一场风波来 这从侧面看出来 北洋水师官兵的收入不低 否则 哪有钱去酒馆 寄院玩耍 正因为北洋水师官兵从俸禄到火时 都比较优厚 使得许多人脱关系 走后门 想进入北洋水师 进入北洋水师的官兵也非常自豪 因为他们能够凭借一份不菲的俸禄 让全家人过上吃穿不丑的生活 同时 作为北洋水师的家属 他们的社会地位也会高于周边相邻 遗憾的是 享受优厚待遇的北洋水师官兵 并没有将这种优厚待遇 转变成强大的战斗力 最终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 隐恨中日甲午战场 参考资料 清朝官员的俸禄 工资收入表 北洋水师等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